《民主派立法會初選》 大家好 我是馮達俊 過往2020年我參與過這個 民主派立法會初選 我之前去選的是九龍西 雖然現在沒有這個選舉 但我都會繼續去做我的地區工作 例如我們會繼續去做一些文宣教育 又或者跟街坊說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社區發生甚麼事 與此同時我之前也有創辦一個網上媒體 到今時今日 現在都正式開啟了網站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其實你似乎有兩次的參選 第一次是區議會 沒錯 那時是99票就落敗 第二次你的初選又不是很多 又是120票 沒錯 其實這樣是否覺得有點遺憾 心情是否到現在為止 是否覺得有點難過 我想心情難免會有些起伏 始終第一次輸99票 即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我去選那個區是九龍城區的一個叫做龍城選區 亦都是大家所認知的小泰國 即是很多泰國的食物 但我會覺得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即是那次有三百多人是勝出 三百多位這個民主陣營的朋友是勝出的 去到其實十八區區議會 我們看到有十七個是超過那半數 其實成績是非常之好 即是當然對於我自己來說 是當然有些失落是正常的 就算是我自己居住的區 那個當區都是民主陣營的 議員贏了 但是去到有些朋友會說 為什麼你之後會覺得輸了區議會 還想去選立法會 其實我始終覺得兩件事是有些分別的 一來其實你看到那個投票的制度已經是不同 一個是比例代表制 一個是單議席的 單票制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見到九龍西裏面 跟自己一個理念是比較相近的 真的那時候未找到有 所以決定自己偽然出來 去參與這個民主陣營的初選 同時也有朋友說 為什麼會仍然堅持去做 始終我會覺得 香港人的特質就是 不是因為他困難所以不去做 而是他困難所以你更加 是要 就算覺得很難也要硬著頭皮去做 初選過後 其實因為我自己網上媒體那裡 我創辦完 因為其實過往幾個月的時間 去忙著初選之後都比較少去處理 其實我原本做一些行政上面的事 偏採工作都是加回其他的同事 其實現在已經是準備離開這個網上媒體 但亦都希望他們前程感受 但與此同時就會有跟其他的朋友 一路有些生意去做一下 與此同時當然都要賺夠錢 養著自己之餘 亦都希望用這些錢 譬如說可能印的文宣 印的宣傳品其實都要錢 其實一路做一些地區工作 社區工作以外 自己現在都是暫時找到更加多 即是希望找到更加多 這個商業機會 始終自己都要賺錢 大家可能有些朋友是區議員 有區議員的工作可以先做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政治素雲來說 是困難的 即是就算現在一來疫情的問題 找工作已經是困難了 二來就是你去參選過 其實這個時代可能你需要去Google 搜尋我的名字的時候 已經是非常容易找到我的資訊 那是否有這麼多公司願意去接受呢 又或者是否我們要找一些本地經濟圈 或者是我們俗稱的黃色經濟圈 才可以做到呢 那同時也有些朋友就說 不如試試自己出來創業吧 所以現在都有做不同的工作 所以其實你參選了之後 你覺得對你的生活和工作 你覺得有些影響 我想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但是當然自己選擇去參與這個選舉 就要去承擔這個責任和後果 但是自己眾觀來說 有朋友會說後不後悔 但是我自己覺得既然當初去參與這個選舉 就不會說後悔 還有當中認識到的人 學到的東西都是非常寶貴的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都是那一句 當然輸了一定是有失落的 但是仍然暫時會覺得有些失落 但是不要緊的 那麼未來的路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還有我經常都說這個制度 內抗爭其實已經是空間非常少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但是我們抗爭的路是不會暫停的 就是不會說我輸了我就不做了 就是所有事情都丟下了 但是我們所有的抗爭 我們都要繼續支援支持 甚至是去參與 那現在審問一下你的重振之路 你會不會覺得現在華盛的句號 還是你有機會你會捲土重來 我想這一刻我會說是一個民主派的 一個立法會的初選 那我之前去選的就是九龍西 那雖然現在就沒有這個選舉 但是我都會繼續去做我的地區工作 譬如說我們會繼續去做一些文宣的教育 又或者是跟街坊說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 社區發生什麼事 那與此同時 我之前亦都有創辦一個網上媒體 那去到今時今日 現在都剛剛正式Launch了個網站 那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 似乎要兩次的參選 第一次是區議會 沒錯 那時就是99票就落敗 第二次這個初選 又不是很多 又是120票 沒錯 其實這樣是不是都覺得有些遺憾 心情是否到現在為止 我想心情難免會有些起伏 始終第一次輸99票 即是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我去選的區是九龍城區的一個叫做龍城選區 亦都是大家所認知的小泰國 即是很多泰國的食物 但是我會覺得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即是那次有300多人是勝出 300多位這個民主陣營的朋友是勝出 去到其實18區區議會 我們看到有17個是超過那半數 其實成績是非常之好 當然對於我自己來說 當然有些失落是正常的 就算是我自己居住的區 那個當區都是民主陣營的 議員贏了 但是去到有些朋友會說 為什麼你之後會覺得輸了區議會 還想去選立法會 其實我始終覺得兩件事是有些分別的 一來其實你看到那個投票的制度已經是不同 一個是比例代表制 一個是單議席的 單票制 另外一件事就是 就是我看到九龍西裏面 和自己一個理念是比較相近的 那時真的未找到有 所以決定自己偽然出來 去參與這個民主陣營的初選 同時間也有朋友說 為什麼會仍然堅持去做 始終我會覺得香港人的特質就是 不是因為它困難所以不去做 而是它困難所以你更加是要 就算覺得很難也要硬著頭皮去做 初選過後 其實因為我自己網上媒體那裏 我創辦完 因為其實過往幾個月的時間 去忙著初選之後 都比較少去處理 其實我原本做一些行政上的事 偏採工作都是加回其他同事 其實現在已經是準備離開這個網上媒體 但是亦都希望他們前程感受 但是與此同時就會有和其他的朋友 一路有些生意去做一下 與此同時當然都要賺夠錢 養著自己之餘 亦都希望用這些錢 譬如說可能印的文宣 印的宣傳品其實都要錢 其實一路做一些地區工作 社區工作以外 自己現在都是暫時找到更加多 即希望找到更加多商業機會 始終自己都要賺錢 大家可能有些朋友是區議員 有區議員份工作可以先做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政治素雲來說 是困難的 即是 就算現在一來疫情的問題 找工作已經是困難了 二來就是 你去參選過 其實這個時代可能 你需要去Google搜尋我的名字 已經是非常容易找到我的資訊 那是否有這麼多公司 願意去接受呢 又或者是否我們要找一些 本地經濟圈 或者是我們俗稱的 黃色經濟圈才可以做到呢 那同時也有些朋友就說 不如試試試自己出來創業 所以現在都有做不同的工作 我想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但是當然自己選擇去參與這個選舉 就要去承擔這個責任和後果 但是自己縱觀來說 有朋友會說是否後悔 但是我自己覺得既然當初去參與這個選舉 就不會說後悔 還有當中認識到的人 學到的東西都是非常寶貴的 我覺得這個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都是那句 當然輸了一定是有失落的 但是仍然 暫時會覺得有些失落 但是不要緊的 未來的路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還有我經常都說 這個制度內抗爭 其實已經是空間非常少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但我們抗爭的路是不會暫停的 不會說我輸了我就不做了 就是所有東西都放下 但是我們所有的抗爭 我們都要繼續支援支持 甚至是去參與 我想這一刻我會說是一個 如果標點符號來說 鬥號 暫停 但是暫時我不覺得會是一個句號 或者是任何的其他東西 甚至乎可能是一個省略號 只是暫時在這裡停一停 始終對於參與政治的運動來說 當然去參選是一個很直接的方式 但是除此以外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都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我剛才說過的 引一些宣傳品來 來到地區和不同的街坊去說 甚至乎你可以去到街頭去說一些說話 給大家聽 譬如說有些地方是很多人的 譬如說旺角 或者是你見到有時可能是觀塘 亦都有不同的朋友在做的 與此同時就是不單止是告訴大家 社會上發生什麼 同時間亦都是要保持著這個 又不是說運動的熱度 但是告訴大家 對於這件事 甚至乎是香港發生什麼事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多不少大家會說過了11月24日 上年的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之後 好像有種感覺是街頭的抗爭好像下跌了 但是其實我會覺得現在是 雖然我亦都了解到很多前線的手足 可能有被控告被捕甚至乎是流亡 有很多的問題出現了 有人說街頭的抗爭運動 究竟是否已經完結 又或者是否已經冷卻了 但是其實大家亦都很深知一件事 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這個政權對於政治的檢控是沒有停過的 到現在 今日仍在捉人仍在告人 甚至乎踢了布的可以再告你 在告的可以再加多你幾條罪 但是今時今日我們會覺得 我會說不算是停了 我想大家有少少是韜光養晦 雖然這一刻你不會突然之間 就有幾十萬人出來遊行 亦都是非常之難的 但是我相信香港人是會有一個時機 一定是會再出來 但是大家會很擔心 會不會像14年16年那樣 街頭抗爭運動 可能去到一個位置 大家只是停留在社交媒體上 會分享一些片段 會說很生氣 但其實甚麼都不做 但是我覺得 去到1920年這個運動之後 這件事發生的機會比較少 我覺得大家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都會很勇於出來 無論是遊行還是抗爭都好 但是去到這一刻當然是難的 現在有些朋友會說 罪人都好像很難 你去到上街 就算是831都好 其實你見到8月30已經有人獻花 其實警方的黑警已經驅趕著 但是去到8月31 其實下午很多的運動已經獻花也好 突然間都可以舉籃旗 但是我們會見到他們的報防是非常之厲害 過往一年我們見到 真的不得不承認他們在這個運動裡面 這個對手都成長了很多 你看到他們的報防上 甚至乎是一些策略上面的東西 都是非常之好 但是始終香港人不像其他國家 不會接受 即是不需要當兵 不需要接受軍訓 可能對於這些事的敏感度比較低 但是正如我們的過往一年所說 Be Water 即是所有事情我都相信會有個答案 我想以我的推斷 其實很難再去罪一大堆人去做 但是當遊行示威集會再出現的時候 我相信除之而來其他街頭抗爭運動 也有機會重現 但是與此同時 就是當我們看到他們的報防是這麼厲害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會套用一句說話 即是可能是靜靜地贏 即是有些事情不能夠很公開地做的時候 那就要更加小心去處理 以及更加小心去做 其實遞信是之後的事 是的 再後一點點 其實 31號是 我遞信是 遞回關於8月31號的事 所以是8月31號之後 但是當晚其實 都在附近一直有關注 即是我們見到 其實已經很明顯是一個 是一個無差別的襲擊 即是很明顯有些只是普通市民 你亦都要一棍一棍地吐下去的時候 即是他們的紀錄片是說 你們是不是真的很討厭我們 我想很多人都馬上回答是 事實就是 這個仇恨並不是一些所謂的反對派的議員 又或者一些的手足 令到大家對政權或者對於這個機器 黑警是那麼漏的 其實主因是真的在他們身上 但是他們不會覺得是關他們的事 即是你做的所有事 甚至乎現在 剛剛林鄭有說 其實三權分立是沒有出現過的 這件事我們小學常識科錄讀 很早已經讀三權分立是怎樣 為什麼要有三權分立 但是偏偏現在我們的首長就跟我們說 原來是沒有的 這件事不出現的 他是認同的 這個很多事情都是這個政權 令到我們市民憤怒 甚至乎只是說抗疫 即是大家很期待 或者是很需要 不要說期待 是很需要的一件事 就是全面封關 因為覺得很多我們是會做不到 一些可能是會漏了 令到那些病毒是不知經哪裡進來 所以當時大家看到醫護罷工 是希望爭取到一個全面封關的 但是去到最後 疫情第二波第三波這樣來 但是責任在哪裡呢 是不是政府就說 其實防疫措施已經做得很好 禁止所有東西禁止堂食 朝令夕改都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到堂食那件事是非常可笑的 有什麼理由 他可以跟你說 我真的不知道原來晚上 原來是這樣 禁止堂食那麼辛苦 那麼大鑊 人要在街上吃飯 這個很明顯 是何不一吃肉味的感覺 就是我不知道 原來我有餐廳吃飯 我不知道大家在街上吃飯 正正因為這些措施 這些問題 才令到民怨不斷沸騰 有些人說會不會令到大家慢慢接受 好像過往1416年之後 不要說是慢慢接受 是被迫接受 因為大家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不斷這些問題 就算現在的所謂的全民檢疫 所以我有聽街坊說 就是他們說出賣大台的電視廣告 叫藝人說要參與全民檢疫 就是他們還這麼天真 覺得大家會去做的時候 只會更差 那個社會環境 甚至撕裂只會越來越差 那時候因為做一些地區工作 亦都是因為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去做地區 即是附近做地區工作 所以亦都是有去迫信 那時候我記得媒體就報我們是社區人士 其實我們會說自己是做一些地區工作的人 其實那時候迫信主要是希望 令到太子站 我們記得當時主要大家都很想知道 到今時今日都是 究竟當日的CCTV是怎樣 為何到今時今日還未公佈 但是大家很多的疑問 可能大家會聽到 八三八打死人或者其他的問題 主要我想大家希望得到的是一個真相 即是我們在新聞媒體見到的片段 就是一些速龍 追著市民來打的 我們見到很明顯有些只是普通市民 他們亦都是這樣揮棍 拒稱是驅散 我們的角度當然一定是勾打 但是同時間我們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得到一個真相 所以那時候迪信希望是 請願是希望得到一個CCTV 那時候港鐵都被稱之為黨鐵 那時候就開始 同時間我還記憶猶新就是 當日是去迪信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理我們 其實我們是去到那個控制室的位置去交 但是我們拍門沒有人拍 最後我記得歷時可能五至十分鐘之後 就宣佈封站 但是他就說什麼危險 什麼封站 但是其實那時候是 純純我們是希望遞信 結果就是有些黑警無端隔了十分鐘 就衝了下來那個站 然後就驅散我們 那麼我們封信最後就放在地上 也都不知道他有沒有接到 但是我們會覺得 去到今時今日 香港人需要的是一個真相 即是無論你是831也好 甚至乎是其他的片段都好 我們是要找到一個 即是要查個明白 要有水落石出 即是就算現在 謝恩廷正在做的 陳彥霖 大家希望得到的都是一個真相 而不是說 我一味就是要指責人 又或者是什麼 既然這件事發生了 當然那個仇恨那個怒火 是不能夠失眠 但是我們都要知道真相 才可以了解到我們接下來 是要怎樣去做 我想即使是他原本的性格 又或者是他的行為 都好 我們都不能夠從一些 就這樣形容他的人出來 就判斷他當下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悲劇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太合當 即是我不能夠 即是他媽媽說到他有多差 或者有什麼問題都好 也都不代表他要選擇去自尋死路 即是兩件事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所以我會覺得就算他們的家人 他們的朋友怎樣形容他都好 我們都不能夠只聽片面之詞 即是我們都要看到一個很全面的畫面 我們才會可能找到真相 即是可能我們最後都找不到 但是我在這裡真的很希望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很希望 每一件事都要找回公道 大家都是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這個要由其他家長去判斷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我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看 我會覺得究竟他講這些資訊 是不是真的很有用呢 第一 第二就是那時候說到一些關係 好像不太好的時候 即是那個感覺上我們聽出來 旁人聽出來就是他把責任放在女兒裡 而他好像覺得這件事不太關自己的事 那所以我想對於很多家長來說 可能是更加痛心的 即是既然女兒發生了這些事 而到今時今日都未查明真相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好像捅多他幾刀 那感覺 所以我想是會更加痛心 但是對於我們一個外人去看 我們會覺得 我想這件事發展到這樣 絕對不會是陳彥霖一個人的責任 這個絕對是說不過去 所以我會覺得 可能好像你這樣說 可能他媽媽都有責任 但是我們這一刻看不到 他會覺得自己有任何問題 我想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說 那個壓迫越大 其實那個反彈力會更大 即是我會覺得如果政權 無論是中共還是港共政權 妄想去用一個高壓手段去打壓的話 我會覺得是反彈力會更大 即是過往其實去到17、18、19年 未去到逃犯條例之前 我想可能不同的年輕人 身邊都有朋友 是會說 我們那時還說回大陸 即現在會說去中國 即是回大陸去深圳去玩 吃海底撈去喝茶 但是那時大家好像對於中國 是沒有那麼反感、沒有那麼抗拒 但是去到逃犯條例之後 甚至乎經歷了大半年的社會運動 我覺得那個所謂的 不是所謂的 那個真正造成撕裂的 即是政權造成這個撕裂 已經不是單單是 你說想收報就收報那麼簡單 而他在做這些所謂攻壓的手段 他不斷去濫告、濫捕 不斷去嫖控你599G 其實代表著究竟政權 我們反過來看 究竟政權還有些什麼 可以拿出來對付香港人呢 是否只有所謂的 告你非法集結、告你襲警、告你暴動 然後 不夠夠支一張一張開給你 當然 這件事令到很多年輕人也好香港人 非常之擔心 因為他濫告濫捕 即使他是告不入 那個非常之湧場的一個審訊程序 那個過程 是會令到人非常疲倦 甚至乎有些朋友保釋到 但是他都可能不夠敢再出來 可能因為他一再拘捕再告 即使還押 但是 在這個情況 我們面對一個困局 我會說 就是 有些人可能想走 都走不了 的時候 他被迫在香港面對這個 不公義的環境 即是有些人會說 為何這樣都可以告得入 非法集結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助差辦公 但是 面對著這些問題 甚至乎我現在會說 這麼多不公義的事情 甚至乎是未找到真相之前 我想香港人是會用不同的方式 是繼續延續著 當然 我們都會是 除了所謂的五大訴求以外 可能有些人會說 我們香港人 最希望的是當家作主 即是不希望 再是一個所謂的傀儡坐在這裏 然後就說 中共政權叫他做什麽 他就做什麽 即是去到今時今日 有很多的事情 我想香港市民 香港的年輕人 都是希望 想說事 想做些事情 因為我們 當我們是能夠當家作主 說到事的時候 我們很多事情 才可以真正地去做到 即是譬如說 你徹查真相 我現在 有些人會說 好像要求他 不是求不求他 而是 要他真正去做的時候 都非常困難 甚至乎我們現在 八三一 去到今時今日 究竟裡面是什麽 發生過什麽 都沒有人知道 甚至乎我們見到 有位俗稱叫韓寶生 其實他叫王茂俊 即是我們會見到 很多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一開始 其實第一個感覺 我都很坦白說 有看一些網上的反應 就是很懷疑 即是覺得 究竟這個人是真還是假的 即是會說 究竟 為何他一年來不說話 突然之間才說話 但是 當越來越多 他自己說回事情出來的時候 大家會開始明白 會理解 但是 其實我們會見到 經歷過這一年的社會運動 香港人 對很多的事情是很質疑 即是他第一個感覺 就是 會覺得 是否又是政權的把戲 是否又找了假的人出來 甚至乎那個時候 我記得很早期的時候 就是 講回陳彥霖的事情 其實 初初出現了他媽媽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那個媽媽是假的 我還是很記得 所以 我想 現在 香港對於 很多 香港人 對於很多的事情 都會有一個質疑的心 但是 我會覺得 抱著求真的精神是好的 即是我們 讀這個話傳理系 都是這樣說 即是 你不能夠 片面別人給你資訊 你就馬上相信 當然 我們抱著求真的精神的時候 我們也要保持理性 不是一味 就說他是假 或者是質疑 那 反過來 我們這一年 有的 就是我們相信身邊的香港人 即是我們不相信一些突然扔出來的資訊 但是我們今年獲得到非常之寶貴的 就是我們手足與手足之間 和老人與老人之間的信任 我想 現在到了困局 就是 即是很坦白說 有些 法民主派的議員覺得要他留 即是他們會說留 其實我的說法就是接受委任 始終這是不是新一屆呢 即是基本法寫明的 一屆是四年 如果他說這一屆是新一屆 他是不是又可以永續你四年去做呢 即是 大家會有很多質疑 那我想 有一點就是 大家會很質疑究竟 接受委任的議員 接下來這一年他準備做些什麼呢 是不是所謂的抵擋惡法呢 即是 當國安法都可以這樣去做的時候 還有些什麼更惡的惡法可以出現呢 這個也是很多網上的網民去說的話 還有始終 這個是 我們很多人都會說 禁建議會 即是 為何他無緣無故整個臨時立法會出來 他說是你這群人做就是做 而你又願意 乖乖 即是他們難聽一點 乖乖地接受委任 那 亦都反過來 有些人說 你不接受委任了 你做到什麼呢 即是 那 是不是很多事情 一定要用委才能做到呢 我想這件事是 很多香港市民 或者覺得要拒絕委任的朋友的質疑 就是 為何你覺得 拿著位置 你可以做得更多 那 可能 有些計劃 他們是 打算接受委任之後去做 我不清楚 但是 這一刻 我想是 大眾對於 議會 又或者是對於他們接受委任 這件事 質疑是在於 不知道他們拿到的位 資源回來 可以做到什麼 所以 未信服到 我想是 拒絕委任的朋友 但是 講過信任的時候 我想 我想 大家對於局勢很清晰 即是 那個目標 或者那個 敵人也好 目標也好 都是這個政權 所以 就算 我們有所謂的派系之爭 我想 是真的 要去到 最尾的時候 我們再分開 究竟 所謂的派系之爭 當我們 是 形勢 惡劣 甚至是實力 不夠人強的時候 就算我們有路線的分歧 某程度上 都要有一定的合作 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我覺得 信任 有些人說是危危乎 關係很緊張 但是 我相信 議員們 會找到一個答案去處理 我想 每位香港人都有自己的演繹 但是 對於 目標 是要很清晰 無論我們 是 做什麼行為都好 當然 現在這個局勢 我們更加需要 師前上後 但是我們如果 朝著同一個目標的時候 我相信 大家會有不同的做法 甚至乎 現在 我想我們尋求這個國際的制裁 等待這個奧援 國際的奧援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都要自強 很簡單一件事 我香港人 我們香港人 想人幫的時候 我們都要告訴大家 為何我們香港人值得幫 就算圍堵中共 圍堵中國 甚至乎我們看到不同的國家的態度 可能越來越強硬 會說恐嚇這一套 在我們歐洲是行不通的 我看到德國的外交 都開始 會說 比想像中強硬 不要說是比過往 比想像中都強硬了的時候 究竟 未來的局勢是怎樣 會變成怎樣 大家都是很 我想是等得很辛苦 因為那個過程是會漫長的 大家都預視到不會說是 一兩年之間 就突然之間 香港會變好 但是 我想在這個黑暗的時代 特別是香港裏面 我們 是要 與其說沉住氣 不如說是咬緊牙關去做 因為很多事情 我們未必真的看得到盡頭 但是 我們就是要 好像那句口號一樣 一釋常傳 我們就是要抗爭到底 我們就是要咬緊牙關 面對著惡劣的環境 我們就是要繼續硬著頭皮去做 我個人認為當然是需要有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 但是 其實我們都預視到的 就算有一個選舉的時候 這個政權也很有可能是會 我們會說大手DQ不同的參選人 究竟他還是不是我們本質上說 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 大家都已經是抱有質疑 就算 這個選舉制度恢復 但是 當然 投票下 我亦都相信香港市民 會投到他們心意的一個候選人成為議員 但是 即使現在重啟選舉 也都 我會說 可能 有些朋友會覺得是好些 但是當然 這個是我們追求的 因為這件事是僭建的 林立會是政權潛建的 那 恢復的選舉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但是 那個選舉 到最後 大家又會有幾大的期望 我們看到 他說 暫緩的時候 已經有十幾位朋友DQ了 那時候 究竟我們過往會說 很溫和的公民黨都被DQ的時候 我們還應該怎樣去看待 或者怎樣面對這個選舉呢 是否你做乖子才能入閘呢 那 那 恢復選舉是 一個正確的做法 但是 我們怎樣去看待這個選舉 未來 我想 都有很多的 說法和說法 我想大家都要去討論 我想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就是 好地地 大家 會說 求個安心 我想 有些上一年多的朋友會覺得 是買個安心的 但是 我們 根本 我有個 朋友的說法是很好的 就是 他說 我們 現在是好像驗人一樣 但是我們就沒有去避孕 基本上就是 我們根本 現在 你去到那些所謂的體育館 你又要脫掉一個口罩 又要抹大口 這樣被人去整 究竟 大家又會擔心 這件事是否十分安全 會不會是 反而 牽涉更大的問題 就是 你正常好地地 你都不會脫下一個口罩 你又要脫又要戴 的時候 又會不會影響到其他東西呢 那 同一時候 全民檢疫 究竟的用意是變了 就是很多人會擔心 究竟 這些資訊 會不會變成我們 討論了很久的廣刊 其中一個討論在這裡 但是 我想 政府去做這個所謂的全民檢疫 究竟它的用意是甚麼 是否給大家買個安心 與此同時就是 看到這個情況 甚至乎 很多人都覺得 根本不需要這個全民檢疫 你 就代表你這一刻沒事了 你的源頭 你又不繼續去CUT的時候 那怎樣 我難道一個月後又再回來驗 就像是幸常那樣 那你的事情 這樣去做的時候 我會說 民主陣營 即是相信民主的朋友 或者民主陣營的朋友 只會覺得這件事是很 是無稽之談 很可笑 就是你整出來 好像是Entertain 你一班所謂的親中派支持者 就是 我們看到有不同的區議員也好 社區主任也好 去到不同的檢疫的地方 去講一些反對的資訊 講為何需要反對這件事 反而我們最後可能見到 他們支持的原因都很薄弱 純粹就是 你不想做 你就不要做 大哥 但是 這件事是有一個風險的 始終 政府一尾跟你說 很安全的 什麼什麼 大哥 你平時都會說 你要戴著口罩 有什麼理由 你又脫口罩 又戴著 又非常安全 是否每一條路 每一張坐的椅 經過每一個人 都會消毒 那 是否 那個防護措施 是否又做到這麼好 就是 萬一 那間 驗到有人中了 又會怎樣去處理 是否那天去過的 所有人 又要再驗過 其實只會衍生到 越來越多的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 全民檢疫這件事 是有些可笑 他實際上 效益有多大 他動用到的資源很多 但他實際上 效益有多大 是很大的問號 其實我們過往 在通識課 或者小學的識課 都讀到 是互相 可以說 制衡 我們應該用制衡 這個字 但是他今天 竟然跟大家說 從來都沒有 我想某程度上 會是像 一個中共政權的說法 就是告訴你 有些什麼 都是我 中國共產黨 賦予給你們 不是說 我不喜歡 就全錢收回 我們見到 國安法已經是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 他那時候 留了一個附件三 在那裡 他這樣 硬塞進來 就說 要立入附件三 香港人是連反對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見到 一票反對 我記得是 這樣就通過了 但是其實 我們就正正體會到 可能其實他 沒有說錯 可能真的沒有 因為就是 政權上 怎樣就怎樣 可能他只不過是 告訴大家 認清真相 就是 我共產黨政權 想香港怎樣 我就可以令到香港怎樣 所以三權分立 是從來都不存在 既然是這樣 這個是我的個人看法 但是 既然他是 毀爛臉 這樣跟大家說的時候 我會說 既然大家 更加多人認清真相的時候 這個政權 只會被更加多香港人唾棄 而最後去衍生的 只會是更加大的反對聲音 那 我經常說一句 如果政權妄想是用一個 高壓統治的手段 去處理香港的事的話 我會覺得是 很可笑 因為我深信香港人 反對的力量 只會更加大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